Hello 大家好 我是庄野 欢迎您收看庄野杂谈加拿大系列节目 庄野杂谈是一个用聊天讲故事的方式 介绍海外文化的脱口秀系列节目 每周日在YouTube西瓜视频和B站同步播出 欢迎您订阅观看 另外 庄野杂谈也在Facebook和Twitter上面 也开辟了专属账号 欢迎大家在上面给我留言 今天是咱们加东赏风系列的最后一集 你看 加上今天这集 我前后一共做了五集 基本上就把安省以内 以及多伦多周边非常值得一去的这些赏风好去处 给您过了一遍 一勺会 您看到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 应该是在10月2号 10月2号正好是赏风的最佳时期 你看我们家门口的大风数都红了一半了 我的心里也开始种草了 下周我打算请一周假 你看 在这个枫叶最美的10月初 外面秋高气爽的 我找几个好地方 溜达溜达 屏幕前如果有朋友 您还没有制定今年的赏风计划的话 别等了 赶紧抓紧时间 抓紧行动 千万别错过了这一年一度的红色盛宴 废话少说 咱们进入主题 在节目的最开始 我打算先补充一个上级漏掉的千岛湖附近的一个景区 它的名字叫做Spy Rock Lookout 您听Lookout说明这也是一个观景台 它位于一个名字叫做Falling Mountain Conservation Area 这么一个保护区之内 您看 这个就是保护区的地图 图中这个蓝色的trail它的名字叫做Blue Circle Trail 它的全长大约是3.2公里 在这个trail的最南端 也就是图中画的这个小望远镜的地方 就是我说的这个Spy Rock Lookout 这个观景台的所带地 在这个观景台 秋天的最美的景色 主要是这么说 站在山上看小村 这个小村藏在红叶里 这么一个感受 这个小村的名字叫做Westport 这个小村它的位置实际上就是 您知道从沃泰华到Kingston 它有一条运河嘛 就是著名的李多运河 这个小村子的位置就在这个李多运河的中间 属于恶守着咽喉地带 不过它这个小村不大 人口在2021年统计只有634个人 非常小非常小的一个可爱的一个小村子 当然了它这个村子给您感觉 其实就跟小镇差不多 只不过是面积比较小一些 您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地方实际上距离咱们上集提到的 那个Rock Dander Lookout 不过30公里 所以说您要是去千岛湖附近旅游赏风的话 千万别忘了加上这个地方 顺便就去了 OK 这是上集漏掉的一个赏风观景台 今天咱们给它补上 好 今天的正文 今天任务挺多 不少地方要去的 今儿咱们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这 它位于多伦多东北方向的这么一个岛 它的名字叫做Prince Edward County 爱德华王子县 简称PEC 它距离多伦多200公里 开车大概是两个半小时 咱们先说一下它的名字 Prince Edward County 估计有人也听耳熟 你看 它这个名字跟海洋三省中的PEI很像 里面都有一个Prince Edward 那问题来了 这两个名字中的Prince Edward是不是同一个人 你也不用想太多 这里面没什么意外 确实是同一个人 就是乔三的那个四儿子 肯特公爵爱德华奥古斯都王子 就是那个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王特老爹 不过PEI和PEC 它最后一个单词不一样 那个叫做Prince Edward Island 这个是Prince Edward County County您知道了咱们中文翻译成县 但是您千万别被它名字中这个County给迷惑了 在这里面这个County它不是一个行政区画 它只是名字中的一部分 属于一个文化范畴 而且只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 实际上现在这个岛的行政区画它是一个City 那是在1997年 岛上的这些乡镇就合并成了一个独立的City 因此说严格来说 这个岛应该翻译成爱德华王子县市 但是这么翻译比较拗口 咱们还是就直接叫它爱德华王子县 但是您心里知道它是一个City就行了 另外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 您看我前面一直说这个PEC是一个岛 但它到底是不是岛呢 答案是是岛 但是它也不是 以前它不是 现在它是 这么说有点晕菜 这么着 我这么说您就明白了 在很久很久之前 它不是一个岛 它只是一块 深向安大略湖中间的一个半岛 它是跟陆地连在一起的 被它围在东北方向的这片Z字形的湖湾 它的名字叫做昆特湾 Lay of the Queen 后来到了1889年 加拿大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 那个时候这片地区有煤矿 于是就开通了这么一条运河 运河的名字叫做Murray Canal 莫里运河 这个运河实际上就是把昆特湾 跟安大略湖之间的航道给打通了 从此之后 PEC在地理上就真正意义上的成为了一个岛 不过咱们说的莫里运河 你看政府当初开凿这个运河是为了发展当地的经济 因为有煤矿 但是现在因为也不挖煤了嘛 所以说这个运河实际上现在跟经济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了 平时只是拿来用作旅游观光目的的 所以说也挣不了几个钱了 而且这个运河也不是咱们今天要说的重点 咱们主要是来这赏风的嘛 咱们就说一说 您来这个PEC赏风应该去哪儿啊 其实呢 它这个PEC这个岛啊 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赏风的目的地啊 只不过它跟咱们之前讲过的那种 登高望远类型的赏风观景 是不一样的玩法 您在这个岛上赏风呢 主要就是靠瞎溜达 因为这个岛很美啊 到处都是果园啊 酒庄啊 到处都是层临近染的这个乡村公路啊 您呢 完全可以在岛上一边沿着这个湖边啊 开车一边赏风啊 一边欣赏着路两边的这个农庄啊 果园啊 酒庄啊 是吧 累了的话呢 就下车吃点东西啊 逛逛小镇 也是一种美的享受啊 我倒是建议您可以这样啊 您可以把这个岛上比较大的酒庄都给列出来 然后呢 再把这些人口比较多的小镇也给加上去 然后在这个 还有什么公园啊 灯塔呀 把这些地方呢 给它连成一条线啊 这就是一条很好的 开车赏风的路线图啊 不过 您开车赏风的时候 最好要注意安全啊 开车不赏景 赏景不开车啊 另外呢 这个小岛上也有不少啊 有名的旅游景点 你比如说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一个省力公园啊 它的名字叫做 Sandbanks Provincial Park 沙州省力公园 因为它这个公园内 有一处多伦多附近 特别著名的沙滩啊 这个沙滩绝对可以算是在安省范围内的顶级沙滩之一啊 很多年前我来过啊 每年也是吸引乌泱乌泱的这个游人啊 来这个沙滩吸水啊 不过这个沙滩 我今天也只是提一嘴啊 因为它跟赏风没关系啊 只是 而且你看到了赏风的时候 这个天气也比较凉了嘛 也没人来游泳来了 好 说完这个Prince Edward County啊 咱们再看一看它附近啊 就是它背靠的这一片 这一大片区域啊 就是从这个爱德华王子县到Lake Simcoe之间呢 你看这一片地区啊 您在地图上估计能发现呢 这也是一大片大大小小的湖区了 而且它这个湖不是那么多 但是形状比较有特点呢 你看这片湖区呢 有五个主要的比较狭长形状的这个湖泊为代表的 我管这片地方叫做五常啊 当然不是那个联合国五常啊 是五条长条形状的湖啊 他们的名字分别是Sturgeon Lake Pigeon Lake Lake Skugog Stony Lake Rice Lake 一说的这五条长湖呢 这个生活在多伦多的小伙伴们 估计都很熟啊 因为这片地区鱼特别多 可以说是多伦多钓鱼爱好者们的这个大鱼塘 所以说你管它叫做五大鱼塘也可以啊 不过对咱们赏风爱好者来说呢 这片区域也是打卡壁道的一片赏风的风景区啊 到处都是美景啊 你看湖边这些四通八达的这个乡村公路 您呢自己设计这么一条路线 沿着湖边的这个乡村公路啊 您就慢慢的开车啊 一边开车一边赏风 累了的话呢 您可以去这一片五常地区的这个中心城市啊 彼得宝啊在这个城里面休息休息吃点东西啊 不过这个安省的彼得宝跟咱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俄罗斯那个彼得宝 虽然说都叫彼得宝 但是这两个彼得呢说的不是同一个人呢 俄罗斯那个大家都知道了 彼得大帝嘛 而安省的这个彼得宝呢 这个彼得是这个城市的建立者啊 加拿大的著名政治家之一彼得罗宾逊啊 不过呢这个说来话长了啊 咱们今儿还是不跑题了啊 关于这个彼得以及彼得开创的这个城市呢 里面还有很多故事啊 等咱们以后说到安省的时候再再详细慢慢说啊 今天咱们就就就不提了啊 继续说赏风啊 在这片五常湖区之内呢 除了开车赏风之外呢 或者是到中心城市彼得宝溜的之外呢 还有什么其他的值得一来的地方呢 我推荐给您三个地方 第一个在这儿啊 它的名字叫做Sager Conservation Area Sager保护区啊 这个地方呢赏风比较简单啊 它没什么trail啊 您来这儿赏风其实就是爬一个瞭望塔 而且它这个瞭望塔距离这个停车场呢 也很近啊 可以说走几步就到啊 您可以先沿着这个小路呢 爬一个97级的台阶到达一个高地 然后呢再爬上这个 建在高地上面这个高度大约是 十米左右的这么一个瞭望塔 然后呢您就站在塔上举目似望啊 您呢可以看到西边的这个特伦特河谷啊 以及附近的这个乡村的这些壮丽的秋色 绝对会让您过目不忘啊 但是呢 它毕竟只有一个瞭望塔嘛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trail可以走啊 所以说景色比较单一 咱们就把这个地方当成咱们的开胃小菜就行了啊 第二个值得一来的地方呢 叫做Ferris Provincial Park 摩天省力公园啊 您来这个公园赏风的时候呢 其实也很容易了 它这个公园里面有一座吊桥 以及三个难度不是太大的trail 咱们先说这个桥啊 这个桥的名字叫做Renny Gorge Suspension Bridge 它实际上就是一座普通的吊桥 不是悬索桥啊 而且这个桥的规模比起咱们上集提到的 那个蓝山Synic Cave那块那个悬索桥相比呢 稍微短这么一点啊 稍微矮这么一点 它的长度只有92米啊 到桥下水面的高度也只有9米多一点 不过它这个桥上的景色还是挺壮观的 您可以欣赏到这个美丽的峡谷 Renny Gorge蓝泥峡谷这里面布满红叶的景色啊 而且您站在桥上还可以看见 上游有这么一个非常矮的这么一个小瀑布啊 蓝泥瀑布啊 Renny Falls 给这个水面增加一点起伏的变化 因为它这个瀑布太小了 不过呢 吊桥这个东西呢 它不是很扛风的 而且你看它还不如那个悬索桥结实啊 小风这么一吹呢 也是晃晃当当 走起来的感觉 对这个孔高症患者恐怕不太友好啊 所以说您幽着点啊 另外除了吊桥之外呢 它这个公园内的其他的景点呢 您要是有时间的话呢 也可以看一看啊 比方说这个公园内的三个trail都还行啊 不过您要是时间不够的话呢 您就可以挑一个 它三个trail里面最短最精华的那个 就是Renny Falls trail 意思意思就行了 在这个trail里面走呢 这个景色也是很美的 一边是峡谷一边是激流啊 而且您在这个树林里面穿行啊 一边看水一边赏风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小的观景台 让您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啊 从下往上看远处的这个吊桥啊 也是挺不一样的感觉啊 好 不好意思啊 这个我的Mac出问题了 咱们下面的这个录像呢 就在这个没有收音的情况下啊 可能会有一点回音啊 这个我后期做一些处理啊 非常抱歉啊 第三个推荐您去看的景区呢 它的名字叫做 Fleetwood Creek Natural Area 它的位置在这啊 这里是一个自然保护区 这个地儿呢 其实知道的人不多啊 所以说属于一个非常小众的 这么一个赏风好去处啊 小众其实也好了 你看至少赏风的时候 也没人来跟你抢 也没人给你来挤啊 但是您别看它小众啊 它的风景可可是一点也不次啊 属于那种山清水秀的这个类型啊 尤其适合于赏风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座 相当高相当大气的这么一个观景平台啊 至于您来这儿怎么玩呢 您看这个地图就行了 在这个地图里面呢 这个字母P代表停车场 这条红色的trail 它的名字叫做 Valley Trail 您就走这条trail就可以啊 这个图中这个小望远镜呢 您您您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观景平台的所待地啊 这儿呢 我就给您放几张 我在网上搜到的图就行了 您可以感受一下 站在这个观景平台上 可以看到什么啊 好 前面呢 咱们讲了三处啊 对于这个五常湖区之中 可以赏风的好去处 而且呢 这三个地方呢 它相互之间的距离也不是太远了 您呢 完全可以在一天之内全部走到啊 不过我个人觉得呢 这三处观景平台啊 它的 因为它的这个高度都不太够啊 视野有限 所以说您来这儿玩呢 我觉得您要是有无人机的话呢 最好是带着无人机来啊 你看 有了无人机呢 您连这个公园大门都不能进啊 这钱也少了 在路边一停车 这个替考车呢 这无人机放出去 飞到高空120米啊 四处一拍 那感觉是吧 这个不适合用一般群众啊 那接下来呢 咱们继续向南啊 把这个目光移向这个多伦多的西北方向 这个卡丽登地区啊 卡丽登 就是这边地区啊 它其实就位于大多地区的这个 Brampton这个城市的北边啊 Brampton这个城市 咱们中文翻译成宾顿市啊 这个地方 估计生活在大多地区的朋友都知道 这块南亚裔的移民比较多啊 就是印度人比较扎堆啊 不过这个咱们说一个城市 也不能总说 他的种族背景啊 这个也不礼貌也不客观啊 但是这个地方的房价呢 还有不少上升的空间啊 这个跑题了跑题了 咱们再说这个卡丽登地区啊 它呢就位于Brampton的北边 它属于这个大多地区下面的皮尔区 里面的三个组成部分中的最北边的一个 同时它也是大多伦多地区 占地面积最大的这么一个一个town啊 一个镇 在这个卡丽登地区呢 可以上空的地方那就多了去了啊 第一个您可以过来看一看的地方就是这个 Sheltonham Badland 切尔滕汉姆荒地啊 先说一下它的位置啊 它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啊 这儿呢距离多伦多是64公里啊 你要是不堵车的话 开过来也就是一个小时啊 你先看照片啊 这个地方它是一片面积大约是0.4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寸草不生的这么一个荒地啊 到处都是那种此起彼伏的这个红色的岩石啊 就是一大片这个黏土含量特别高的这个石化的区域啊 因此有人管它叫做红黏土山 就是The Red Clay Hills 这么一些非官方的名字啊 至于这片奇特的地区怎么形成的呢 反正不是我干的啊 比如说要不你给我们讲一讲 你看你这不是庄业杂谈吗 要不然给我们来砸一下 这个呢其实我还真查了查啊 它这片地区呢 挺复杂的啊 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呀 这片地区啊 很久很久以前的这个造山运动啊 造山的同时不就产生一些盆地吗 盆地呢它就会堆积一些泥沙 这个泥沙呢要是扑到别的地方没关系 要是扑到岩石上面呢 就不太容易蓄水啊 所以说它这片区域实际上就是泥沙扑到岩石上了 于是它这个上面的这个土壤层特别薄 然后呢又是最近的几百年里面呢 这个人为的原因呢 就是有些原住民呢 或者是本地居民呢 在这不断的过度的放木啊打猎呀 结果呢生生把这个表面的 这层薄薄的土壤层的营养给耗尽了 于是就植位就没了 再加上这个风吹日晒呀 雨水的这个侵蚀啊 于是下面这些岩石呢就爆了出来了 就是富含氧化铁沉浸物的这个红色岩石就露了出来 就变成现在这么一大片寸草不生的这个鸟样子了 不过这个原理不重要啊 咱们也不是地理节目啊 您到这个地方来玩呢 主要就是来欣赏一下这种荒凉的反差啊 你看是不是给您带来一种很特别的美啊 你看照片是不是有点给人一种到了火星的感觉呢 所以说您到这赏风其实也是啊 实际上就是来感受一些在火星赏风的这个怪异啊 寸草不生的这个红色岩石的旁边呢 是大片的红黄绿啊 叠加在一起的这种森林啊树木啊 看起来也是挺美的啊 接下来呢咱们再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看啊 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Bell Fountain Conservation Area 它的位置在这啊 这个地方距离多伦多市中心是73公里啊 你要是从多伦多开车过来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啊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多伦多附近啊 观赏秋色的最佳地点之一啊 因为这儿的景色比较清幽啊 幽静也不是很大 你看它这个保护区里面主要就是三个车友 而且这三个车友都是很短 而且这三个车友是首尾相接啊 连成一圈 您看这个地图啊 您只需要把这个紫色红色和棕色这三条车友啊 一圈全部走完就就行了啊 耗费时间也不长啊 所以说一点也不累啊 走treeu的时候呢 您可以看到一座木质的小道桥啊 您就可以站在这个桥上上风观景啊 你看它这个桥的下面呢 有一个风景如画的人工瀑布啊 而且它这个桥的边上呢 还有一个美丽的喷泉呢 这个喷泉名字叫做Bell Fountain 估计您发现了 它这个保护区的名字 其实就是来源于这个喷泉呢 至于这个喷泉的名字里这个Bell是什么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法语啊 是美女的意思啊 您看不是有个电影叫做美女和野兽吗 您看这个图啊 这就是这个电影的法语的片名啊 您看 这里这个Bell不就是美女吗 当然了 Bell这个发音我是按照英语来念的 按法语发音的这个词念贝勒 所以说这个喷泉 您翻译成贝勒喷泉 不合适啊 还是翻译成美女喷泉就行了啊 OK 在卡利登地区下一个可以来赏风的景区 是这个啊 Fox of the Credit Provincial Park 这个公园呢 它是一个省地公园啊 它的历史也算是比较长啊 它成立于1985年 而且它也是卡利登地区啊 很出名的一个公园啊 挺受欢迎的 尤其是在赏风季节啊 这个公园跟前面咱们说的这个BioFountain保护区很类似啊 属于那种地方不大 但是很小巧玲珑的这种啊 而且拥有赏风所具备的一切要素啊 你比如说什么森林湿地啊 山谷悬崖啊 河流瀑布啊 小桥啊 木板路啊 什么观景台啊 这个公园里面都有啊 而且这个公园里面的trail呢 也是那种手尾相连的那种啊 可以让你一次走完 所以说这对赏风者来说 特别友好啊 不过至于在这里面怎么赏风呢 我就不细说了 是吧 你就到里面看看有什么可以玩的啊 不过来这个公园之前我提醒一下 因为它的停车场的面积比较小 也比较受欢迎 所以说您来之前呢 最好是提前预定一下停车位啊 接下来呢 咱们再看一看另外一个非常棒的赏风地标啊 它的名字叫做 Mono Cliff Provincial Park 莫诺悬崖省立公园 相信这个公园啊 不少住在多伦多西边的朋友们呢 都来过 不说别人了 我自己就来过三次了 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这么一个 悬崖省风的这么一个地标景点啊 也是 它也是位于著名的那个尼亚加拉悬崖之上啊 每年呢一到秋天呢 这个公园里面这个鲜艳的秋色呀 加上这个高高的悬崖瞭望台 吸引了是乌洋乌洋到处都是游人的 您看这个啊 这个就是公园的地图啊 这里面有两个trail你不能错过 一个是这个绿色的clifftop side trail 这个是属于公园内排名第一的trail 景色是非常出色的 那另外一条您不能错过的trail 就是这个灰色的这个lookout trail 这据说也是有非常精彩的观景台啊 不过为什么说据说呢 因为我自己没去过啊 有不少去过的人都说这个地方不能过去过 没有错过啊 今天呢您算是来着了啊 我呢给您上几张我当年啊 呃 站在这个目楼克利夫悬崖顶端拍的照片啊 让您感受一下 站在这个美丽的悬崖观景台上面 赏风能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景色啊 嗯 虽说在这个地方赏风您看到的景色 因为它缺乏水景啊 所以说它比不上北边的阿杆昆那么迷人 但是你看 它的好处就是距离多伦多近的 它不费油啊 所以说你还想怎么着 这性价比就很不错了是吧 哦对了这个提醒一下 这个公园呢 呃也是一个非常火的这么一个赏风公园啊 为了避免您到现场排大队呢 我倒是建议您来这个公园之前呢 到这个网站上啊 预定一下停车位啊 这个网站 就是安省的公园的一个在线预定系统 它cover的这个安省所有的330个省地公园 呃 您在这个网站上定这个车位 最早可以提前五个月啊 接受预定特别方便 不过呢 对于那些平时没有什么人的公园呢 预不预定这个问题都不大 但是对于那些平时人特别多的公园 你比如说这个monocleaf 我就强烈建议呢 您提前预定吧 OK 说完了这个悬崖省的公园呢 这个卡里登地区基本上就说的差不多了 不过在离开这片地区之前呢 我觉得您要是有时间的话呢 我建议您顺便拜访一下 这附近的一个著名的赏风小镇呢 它的名字叫做 orange whale 有人听orange whale orange不就是橙色的这个意思吗 哎 叫这个名字是不是就是因为 这个赏风小镇里面这个风数多 到了秋天一片金黄 所以说叫这个名字呢 不对啊 这个纯属巧合啊 叫orange whale 主要是因为这个orange是一个人的名字 它是这个小镇的创建者 它的名字叫做orange lorace 其实这个小镇它的人口也挺多的啊 将近两万九千人啊 也是附近比较大的一个小镇啊 但是我为什么说它是赏风小镇呢 就是因为啊 这个小镇的旁边呢 有很多啊 美丽的自然保护区啊 当然了 这么多个自然保护区呢 因为时间关系嘛 我也不能一个一个说了啊 就是留给您自己去发现的 好 说完了卡雷登地区呢 接下来咱们把目光 投向多伦多的西南方向吧 哎 这个地方呢 可是多伦多秋季赏风的重灾 开去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啊 这片地方呢 有这个尼亚加达悬崖啊 在这个悬崖经过的地方 到处都是风景优美 湖光山色的自然保护区啊 它的总数可以达到十多个 而且一个个都是超级美丽的那种 顶级的赏风力标 我给您总结了一下 加起来一共是十大景点啊 接下来呢 我把这个十大景点啊 我也不用一个一个说了 因为时间不够了 我就做了一个幻灯片啊 把这些十大景点里面呢 这个有用的信息啊 美丽的照片啊 以及去这个景点应该看什么呀 以及我的推荐指数啊 都给您一个个的标明在这个幻灯片里面啊 这样的话呢 您就看一遍 就基本上就齐了啊 至于这个推荐指数呢 我用了五个星啊 如果我要是对某个景区给出五星推荐 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特别的好啊 我强烈推荐啊 你要是不去的话 就对不起我啊 你得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那种特别美的超级景点啊 五星 OK 咱们现在开始啊 多仁多南部十大赏风景点 刀刀刀 算了也别当劳了 您呢 安安静静的看啊 我呢 也歇一会儿 他还不去看啊 没看啊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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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呢 我呢 你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的这周我是打算休一度假趁着秋高气暑 好好的出去溜达溜达 也不能总是为了做视频一到周末就把自己关在家里面 而且你看这久坐对身体确实不好 出去散散心赏一下风 把之前我这几集赏风的专辑里面收集到的所有的赏风的信息 先给自己用上 OK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觉得有用的话 欢迎您动一动小手指帮我点个赞 如果您要是能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是帮我推荐给您身边的朋友 那就更好了 庄也在这里感谢您的支持 得嘞 咱们下次再见